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收看4月25日的凤凰美洲新闻 新闻首先带您来关注 美国东部州份初选将会在当地时间26号举行 选前民调显示特朗普及希腊里领先 选情方面共和党两名落后的参选人 克鲁兹与卡西奇联手在三个州的初选协调 制止遥遥领先的特朗普取得足够的代表票 特朗普就批评两人合作 只会徒劳无功 共和党两名总统参选人 克鲁兹与卡西奇罕见结盟 在接下来三个州的初选划分地盘 联手制衡风投震惊的参选人特朗普 在提名战来个最后一搏 面对这一季决地大反击 特朗普在即将举行初选的 罗德岛出席竞选活动时 形容有关协议是两人合谋的成果 反映出两人已经无计可施 特朗普目前还差近400票 才能稳夺共和党的总统提名资格 又指两人在数字上已经出局 只有自己有能力 击败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 美国东部初选将会在当地时间26号举行 选前民调显示 特朗普的胜算较大 克鲁兹与卡西奇并未抱太大期望 目光指向接下来的初选 按照初选进程 印第安纳州的初选安排在5月3号举行 俄勒冈州和新墨西哥的初选 分别定在5月17号以及6月7号 克鲁兹与卡西奇在这三个州协调 卡西奇放弃印第安纳州的初选 而克鲁兹将俄勒冈州及新墨西哥州的选票 让给胜算较高的卡西奇 希望能集中票源 读至特朗普在7月举行的党代表大会前 取得多数代表票 另一边乡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 在特拉华州造势 将他的集中力及批评都指向特朗普 希拉里批评特朗普 关于美国工人工资太高的言论 以及不支持调高对地公司 批评特朗普想法脱离普罗大众 不知民间疾苦 建议他要走出象牙塔 聆听普罗大众的心声 方王卫视综合八大 4月23日是全球第21个世界读书日 一年前硅谷书友们 自发成立的读书会 古语书院 也在这一天组织读书活动 席地而坐 随心畅谈 这是古语书院书友们 每个周末下午的打开方式 来自各个年龄段 不同领域的书友们聚在一起 或维绕主题讨论 或是交流读书心得 而不定期举办的作者见面会 可以让读者了解作者的创作性的 分享阅读体验 通过大家的理解和大家交流 读书的感想 我觉得就是会对这本书 有新的认识 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读书会我觉得主要是一个 social的功能 还有就是认识一些 同样也喜欢阅读的朋友 然后这个就是有一些 大家有些共同的追求 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古语书愿意去年3月 在硅谷成立 是一个面向华人社区 自发性的非盈利读书分享团体 读书会每周在网上分享一本书 周末在线下 由一名或多名主讲提供分享 其他人自由参与讨论 我觉得能够倾向心来 读书的人会越来越少 所以说希望可以看到更多人读书 然后希望能够促进更多的人 能够参与到其中 读书会的组织者指出 成立一年多以来 也有近3000人次参与了读书分享活动 凤凰卫视 刘海平耿应东 硅谷报道 来自温哥华绿苹果艺术中心 共计10名华裔学生 近日在加拿大举办了一场秀展 展示在2016年 纽约时装周的服装作品 他们是首之受邀将作品 搬上活动首天开场秀的 华裔学生团队 也是纽约时装周 舞台时尚最年轻的设计团队 而此次加拿大首战秀展 吸引了众多本地艺术时尚人士 到场参与 本次服饰设计主题为 我是太空人 主色调为白灰黑色 服装上通过各类 具有立体感的几何图形 表达出了银河系星云的感觉 活动艺术总监光恒介绍 从学习布料到画布 打板 制作 设计模特妆容及走秀音乐 都是由学生亲自完成 这个活动呢 其实是我们绿苹果艺术中心 然后呢是由10位同学 设计了21套的衣服 然后呢他们就说参加了 纽约时装周的一个走秀活动 然后亮点就是说 我们是应该是 纽约时装周最小参加的团队 作为于巴黎 米兰 伦敦时装周并称的 全球四大时装周 能够将作品成功带到纽约 并回到温哥华进行展出 令所有学生设计师感到兴奋 他们表示 所收获的宝贵经验 让设计梦想更加坚定 我觉得就是很锻炼我们就是平时 做手工的能力 因为这些衣服都是我们自己 亲手制作的 纽约走服装秀嘛 就我们都觉得是个非常难得 得到的经历 然后对我们以后会有很大的帮助 秉承希望学生拥有创作热情 追求艺术决心 收获成功与自信的理念 加拿大绿苹果艺术中心 在过去15年里 向北美多所知名设计学校 输送上千名 在建筑景观设计 室内或工业设计 多媒体艺术领域方面 具有成功潜力的学生 凤凰卫视 李源泊 苏一恒 温哥华报道 好 广告过后 我们来看更多的消息 感谢回来 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 美国疾病控制核预防中心 日前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 民众自杀率创近30年来新高 除了75岁以上的老年群体 各年龄段人群的自杀率均成上升态势 1986年至1999年 美国民众自杀率呈下降趋势 但从1999年至2014年的15年间 自杀率逐步上升 2014年美国约有4.28万人死于自杀 1999年这一数字为2.92万 报告称 美国男性自杀率高于女性 2014年男性之中 每10万人中有20.7人自杀 而女性的数字为5.8 疾病控制核预防中心 没有给出自杀率上升的背后原因 一些美国媒体分析称 自杀率上升与情绪抑郁 网络暴力 工作和个人经济压力等多种因素有关 美国南园部22号宣布 美国计划从伊朗购买32吨重水 总价达到860万美元 根据伊朗核问题六国 与伊朗去年达成的一核全面协议 伊朗需对阿拉克重水堆进行改造 伊朗可最多持有130吨重水 超出部分 伊朗需有计划的向外转移 重水又称刀化水 可用于核反应堆的慢化剂和冷却剂 也可用于武器及核燃料部的生产过程 重水还可以用于半导体 以及核磁共振成像等领域 美国务院发言人科比22号表示 伊朗同意出售重水仪式表明 伊朗愿意履行伊核全面协议 这将确保伊朗不会再进行核武器的研发 他表示 美伊的这笔重水交易 并不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的有关内容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大学药学系一项研究显示 62岁到85岁的老年人 87%至少服用一种以上的厨房药 38%服用至少一种以上的非厨房药 64%至少服用一种以上的补充剂 专家表示 营养补充剂服用 如果同时也在服用药物 有可能产生副作用 例如某些补充剂如果结合血液吸湿药物时 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内出血 致命性比癌症还高 研究人员发现 最常见的致命性组合是 同时服用吸湿血液药物 法华林及补充剂 Omega-3鱼油 老年人同时服用这两种成分的比例 在5年内增长了8倍 从2005年至2006年的千分之一 到2010年至2011年增加到千分之八 研究呼吁患者在同时服用补充剂前 要咨询医疗保健人员的专业意见 另一方面 医生也有责任询问患者是否服用补充剂 加拿大Costco最近风波不断 存在感染假型肝炎病毒的冷冻梅子樱桃事件还未平息 又发生了冷冻豌豆内可能含有里斯特菌的事件 据悉 目前Costco正在紧急召回在四个省售出的这一产品 加拿大食品检验局表示 该产品在加拿大四个省份售出 包括杯省 阿省 萨省和曼尼托巴省 每包产品重2.5千克 食品检验局表示 即使食品中存在单增里斯特菌看似没有问题 但食用后会引起呕吐 恶心 发烧 肌肉酸痛 严重的头痛和颈部僵硬等症状 特别是老人 孕妇以及免疫力差的人 食用之后更加危险 因此希望购买这一产品的顾客 能够赶紧扔掉或送回Costco超市 目前加拿大还未出现该产品引发疾病的案例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来关注一走来自两岸三地的短消息 内地南方地区25号及26号两天 将会迎来本地的第九轮降雨过程 而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主讯期 长江防总近日开始对三峡水库加大下泄 应对可能发生的大洪水 在长江万州段自上周五开始 当局剑谱加大下泄后 三峡水库的水位削落进度随之加快 水位已经回落了一米 每年3月到4月的梅雨季节 是长江的春旬期 俗称桃花汛 光是过去9天 三峡入库流量达到每秒1万立方米 创8年以来同期最高 另外受冬移高空槽的影响 内地南方地区会有新一轮的降水过程 预计贵州 江南 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 局部地区会有暴雨 在台湾25号下午1点多 一辆载有26名从江苏到台湾旅游的陆客游览车 突然失控翻车 后方的一辆砂石车也因为躲闪不及而撞上路肩护栏 游览车的驾驶重伤身亡 其余车上乘客和砂石车司机一共27人受伤 送医紧急治疗 其中有三名陆客因为血胸或者多处骨折等重伤 在加护病房进行救治 据了解这批陆客团到台湾旅游八天 25号进行到了第三天 却没有想到在高速公路北上苗栗路段发生了意外 这起车祸也造成了交通阻塞 至于车祸原因 警方初步判断是操作不当 但仍需深入调查 台湾的一艘渔船 24号在冲之岛礁海域外作业时 遭日本公务船扣押 要求船东支付170万元新台币 被日本扣留的屏东琉球级渔船 东盛级16号 是于两个多月前 由台湾籍船长率领一名大陆籍和八名印度籍船员出海作业 作业范围在日本以南 菲律宾以北到关岛之间的海域 却在冲之岛礁东南方150里海域 被日本公务船 以违反日本法律为由扣押 台湾领导人马英九 25号要求涉外部门立即向日本政府积极交涉 台湾涉外部门强调 冲之岛周边的海域存在争议 所以无法接受日方在争议的海域 扣押台湾的渔船 已经向日方提出了严正的抗议 要求日方在最短时间内放人放船 凤凰卫视综合报导 好 继续观众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另外在财经方面 美国股市周易收低 油价下跌拖累了能源股表现 加上美国新屋销售数据欠佳 导致一度几跌超过100点 虽然有投资者趁低入场 令美股尾段跌幅收窄 但导致仍失守18000点的大关 我们来看星期一 美国华人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在星期一是开低走低下跌作售 盘中倒指跌幅是150点之多 但是收盘时跌幅略为有所收窄 三大指数虽然都是出现下跌作售 但是本月三大指数走势 基本上还是以向上升为主要趋势的 在星期一市场关注的主要消息面 一方面是油价出现向下浮动的现象 另外公司盈利好坏参半 那么最主要的是从明天开始 也就是星期二星期三 一年两天联邦储备局的货币政策回忆 所以交易的气势是相当的不高 同时观望气氛是相当的浓厚 那么四月份马上就要过去了 那回顾四月份 所以实际上各行业类股 还是都有相当优异的表现 特别是能源类股 四月份上升8.3% 保健类股是升幅5.9% 原材类股上升5.4% 金融类股上升4.6% 尽管金融类股在今年 是表现最弱势的一个股 而技术类股在这个月 下降了2.1% 石油价格在星期一 出现一个呈现走软的现象 主要市场担心 供过于求的现象 可能会加剧 所以是六月份的 纽约商品集交所发合 合约下降了2.5% 以42块6毛4一同作收 而金融公司当中 拖累倒置下降的 还是以高顺公司为主 不过整体金融类股 美国银行和花集团 也都是出现明显的下降 迟连长债收益率 出现另外一个小步的上升 整体的市场 官方气氛相当浓厚 以上是星期情况 彭红卫视旁哲 纽约报道 我们来关注 今天世界各地的全球财经指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在社区消息方面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 日前举行了2015国家优秀 自费留学生奖学金等 四项奖学金颁奖一事 当地时间4月24日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 举行了2015年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 2015年新疆籍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 国泰银行奖学金 和在美华裔学生陈光基金奖助学金的颁奖一事 刘建总领事 教育组袁东参赞 及国泰银行执行副总裁彭友伦 陈光基金会理事会主席朱玉明出席颁奖一事 为道场的20多位中国留学生颁发证书与奖金 我想这个奖项不仅仅是一次物质的一次奖励 更是一次鞭策 一次期待 正如他们刚才所讲的 这只是一个新的起点 肯定是过去的成绩 那么希望在今后的学中间能创造一个新的优异的成绩 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 由中国国家留学生基金委于2003年设立 旨在鼓励在学业上获得优异成绩的自费留学生 我觉得这是一份来之不易的荣誉 所以说真的是非常的激动 也非常开心 然后也要感谢就是我们的国家政府 对于我们这些长期在海外从事学习和科研工作人员的一个关怀和大力支持 此外国泰银行奖学金由美国国泰银行与中领馆合作成立 用来鼓励南加州地区优秀的中国留学生 共有六位品学兼优的学生获奖 在美华裔学生成光基金奖助学金 由成光基金会与中领馆共同最新设立 今年共有四位学生获奖 凤凰卫视陆梦前立涛洛杉矶报道 另外在公称消息方面 华美银行之控股公司华美银行集团 近日公布了2016年第一季度财报 净利增长显著达1亿零750万美元 每股获利0.74美元 华美银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吴建民就表示 该行2016年第一季度财报亮眼 净利达1亿零750万美元 每股获利0.74美元 较2015年第四季度增长0.11美元或17%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上是这节新闻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登陆凤凰新闻微信平台 感谢关注 凤凰每周新闻友 卡帖尔华人独家代理 李新华翡翠金城 Stay Farm帮你保护珍惜的一切 让你与孩子安心追求梦想 中国东方航空 全新启航 静后您到来 联合赞助播出